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他给一个T形 这边还有一个平行线 那这边是这个直角 另外这一段跟这段等长 这段跟这段等长 那我们要求出这四个点的坐标 A1 B2 A2 A2 B1 B2 首先要知道这里的距离都是1 那我们现在就会有这段长度 就是A1加1 这里是B1加上什么1 那题目呢说什么 这里是5比3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5比3 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关系是 A1加1比上B1加1等于5比3 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条关系式 这边就是利用这个长度 可以用上底跟下底 搭配那个分点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列出第二关系式 是8分之 A1加1乘上3 3倍的A1加1 再加上5倍的B1加1 好 接下来这两条呢 你去解一下 经过这个解方程我们就可以得到A1跟B1的解 A1呢这边会是5分之5 B1呢会是5分之3 好这边就是纯计算就可以得到 那接着我们要来看A2跟B2该怎么算呢 那算A2我们就利用这B4定理 首先我们知道呢 A1是5分之5 那所以呢这里的实际长会是什么 3分之8 好那这边我们再做一个高下来 刚刚这里3分之5 那这里的长度会是那个3分之2 所以根据B是定理 A2的平方就会等于3分之8的平方 减掉3分之2的平方 这边就等于 这边就等于9分之9分之60 也就是3分之这个20 刚好等于这个4乘上3分之5 因此呢这个选项B是正确的 因此A2的解 就会是2乘上根号3分之5 那B2的解 我们也可以利用比例来求 那B2留意 它是在什么 在A走的下面 所以B2跟A2呢 相差个负号 好那长度呢 是它的5分之3倍 所以这样子经过整理呢 它会变成负2的根号的5分之3 好那求了 求出 对求出这四个值 我们就有这四个相乘是负4 那这里相乘是1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接下来选项C 也是把四个数字带进来 好那这边算出来应该会是17分之1倍的根号15 会得到8倍呢 是因为这个负号忘记考虑 才会得到8倍的答案 所以这个C是错 因此这题的答案就是A B1 这题的概念上呢 其实不算难 最主要呢 就是利用到 T形内的这个平行线 它的线长呢 可以用上下底包夹 接下来就是一些 列位之数解方程 就可以得到答案